圣经讲的论断、批判 其实很简单的 批判的意思通常都是说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坏 总之你讲完之后 那个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坏 或者是不想跟他交往 都不喜欢他 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沟通的时候 这个人是用这种负面的说话沟通的时候 他讲谁,那些人都会对这个人改观 都是有个不好的看法的 这个就是批判 批判的意思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尽量大声 就是那个人经常都会骂他 或者他官媒有恐怖 后面他会周围伤害人 那就是这样的 那当你没有相处的时候 那你俩要够好 那可能你… 那你就会… 就是如果你想说话的时候 可能你会提醒他 那你一提醒他的时候 他会骂你回头 就是他会觉得你一路骂 你一路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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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有问题 不是一定跟他讲的 我们要判断的 要分别的 有些人是 讲完之后 他又不会听 他是跟你敌对的 这个是我们要判断的 不是每个人都讲的 这个我们要明白 其实有这种情况 我们要分开四种 四种情况 就是这个人 会不会改 和我们跟他相处 多不多 如果一个人是 时时相处 但他不肯改 大家可能中间也有这样的人 他经常都不肯改 但你经常相处 那又怎样呢 你只能够就是 他讲什么 你就不受他影响 他讲什么 又得他讲 他做什么 是他的问题 我不用放在心上 因为这个 一定要内心处理 好了 第二种人 就是 他是不改的 但他一年才记得一次 很久才记得一次 他是不改的 当然 改和不改 不是绝对的 有些人很明显 他是难改的 因为你试过 有些提议 他已经会说出很多 很多 这个人 一个月才见他一次 他很难改 你就不用用第一个人 那么多的努力 因为你不是经常见他 你看到他 你就预算是这样 但我们依然 神的教导 始终都是祝福 但这个人 你就不用像第一个那种 第一个你真的要很警醒 因为你每天都见他 你同一间屋住的人 每天都会伤害你 你真的要很警醒 然后那些可以改的 其实可以改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听到人说 提议要改 而欢喜接受的人 接近 一百个人 都不会改 欢喜 很好笑 有些人就会 好 我听你说 这个percent 有多少呢 可能是几个percent 有些人接受行动招架 有些人接受行动招架 好了 有些人是 你跟他相处 他都是听的 你跟他相处得多 其实我们要留意 就是 提议人改 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是欣赏他做了的地方 和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对他好 也是有效的方法 当你经常对他好 他又会改的动力 会更加加强 所以这样的人 你又要策略 如何提议他改 如何劝他 如何引导他 如何欣赏他 欣赏他 好了 这个人会改 不过他很少跟他相处 这个我们就 先去看情况 有些人相处得很少 我们都会决定说 比如说 有时相处 这个真的要求神给智慧 比如我来说 我在宣教 我遇到一个传道人 我发觉他有些问题 我跟他说 又不说 如果说传道人做的 应该会有 所以我一定跟他说 我告诉你 你会遇到很多传道 是不会听你说的 只有一个后果 是一个关系 是不会有一个长久的影响 所以这个真是求神 给我们聪明智慧 和用智慧的言语 但是圣经又说到 那人得罪你 你就跟他说 那到时候 适合才说 不是说 某某然 即是说得 就立刻冲他来说 是的 圣经说这件事 都是有级数的 怎样呢 你们两个排队拿东西 接着他就打一枝 拿东西 这件事都不是很重要的 这些是小事 他有时说一句话 有点短一点 直一点 不知道他是不是经常都这样说 刚刚这次这样说 就是 是不是每一件事 如果那个人是严重的 我们肯定不需要说 就算他多硬多硬 我们都要说 不过 怎样说法是另一回事 就是这个都是要 就是不是同样 就是不能够说 所有人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的 的而且确 神没有叫我们 哇 找出每一个人 我们接触上 有什么任何的问题 你就先开门 转一声过去 或者我开门 你又转一声走出去 喂 师师师 你为什么这样 如果我们个个都 跟人这样清算 我想你 在一个小的照片 你跟人相处是会很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不是需要 每一件事 都是需要 就是 而且很多人会 说出来 例如组员 一路带领小组的时候 忽然间 说些事不好 或者做了些事不好 我们都不需要 每一次跟他过后 跟他说回 我们就先说他 好 就是 看过情况 这个真的要缓断 但有些严重的 我们是肯定一定要说的 会影响我们的灵灵 会影响我们的灵灵 是有严重性的 我一定会说的 这个是 就是说我们想要分辨 和整天的心提醒 我会不会 伤害到 即是 伤害这个人的名声 令到他的名声受影响 那 譬如一个人 他相处的时候 他是很容易 怪人的 和人相处很容易 有脾气的 好了 我和另一个人 要去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我是要 给他一些 的 为什么 他可能会遇到 同样的事 我都会 告诉他 一会 我们跟他相处 可能会有点 很难的 那我们就 见到他这样 我们都祝福他 不用受影响 他说些什么 又不用大反应 就是 你可能需要这样 但这个人 都要判断 有时 我们会不会 我们对他 特别有排斥感 代表这个人 那我 譬如 我用一个例子 在你的同工中 有一个是比较难相处的 有一个人进来 新人 你就跟他说 这个人很难相处 会不会 先日为主 他就经常都说 他难相处 有可能他有方法 可以处理他 所以这个 我们真的需要求神 给我们智慧